今天是高晶GK1200的一个交车仪式 咱专门找了一位车主 这个车主骑车已经两天了 跟我聊聊你之前骑啥车 我现在骑车可能将近三年了 然后是高晶线1200应该算是第四辆车了 骑手第一辆就是江哥的150水净踏板 第二辆是当时正赶上春风的250SR 然后第三辆是春风的700CLX 还是储流箱 储流箱 对 头三辆都不是很满意 只不过第四辆换的这高晶1200是 这个骑了两天了 跑了多少公里了 跑了新车的时候加满的油箱 然后现在已经正好100公里 我其实挺关心的 你感觉这个车油耗 油耗不高 油耗 因为它现在我第一箱油还没跑完 但我推算的油耗 如果是按我这个市区 因为上下班骑 当前应该在5到6个左右 因为这个车功率大 但它转速并不需要很高的转速 所以它油耗控制的还是很好的 振动呢 振动很好 它是鼓动感的振动 就是让人很舒服的 有节奏的 不是那种整个油箱啊车子乱震那种 这振动控制很好 这动力一个是不光是足 它是因为低扭很大嘛 就是你要按它官方数据 3100转出将近110牛米的扭力 市区骑低转高扭很友好 相当友好 不管是加速 不管是低速高速还是提速 都对市区骑行很友好 因为这个车我也试驾过 当时我试驾了之后 我感觉挡位不是很清 不是很清晰 你觉得吗 我这辆车 因为我这辆车挡位还是很清晰的 对包括红绿灯路口需要把它踩回空挡 包括这个挡位切换都很清晰 你还抓地力呢 抓地力我现在一直是须其行 须其行是肯定没问题的 很好 它这一块你大概身高多少 我身高是正好1.8.0 1.8.0 它这一块对你这个下边有没有影响 你这个扭出来的这一块 这个方面 会影响这个腿的这个撑车 它还是稍微团了一些 是吧 对 也就是说如果个子很矮的话 这个地方是不出来的一块 但它好说它这个坐地 是做了这么一个收窄的设计 对 坐在收窄 但是反正因为 毕竟排长百日 发动机 就车体也比较困 肯定会受限制 稍微会把腿撑回 我想就是说对厂家提起点 就是说 反正车你们 更多的去介绍它的什么性能啊 配置啊 这些东西大家 但凡玩摩托车的 大家都能看得懂 也能听得懂啊 既然我们选了这个车 以后你的品牌的情怀也好 还是这个用户的忠诚度也好 我觉得很大方面也取决于厂家 后期的你的服务是不是能够全面 你的跟进是不是能够及时 这方面慢慢才能够培养 我们自主品牌的这个情怀 是吧 国产制造 从工艺上 从这个配置上 从这个技术上 不比别人差 我们现在就已经实现了一种跨越 以后也希望摩托车行业 我们中国制造 能够领衔全世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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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